還記不記得2月發生的活力午餐食安風波呢? 令全港大約10萬個師生在2月20日和21日沒有飯盒吃 沒有活力 日式飯糰連鎖店華宇傑當時以10元一個飯糰的優惠價格 在這兩天提供11,000個飯糰給17間學校 華宇傑創辦人兼董事長西田忠生接受我們專訪時 透露無意進軍校園成為五線供應商 不過他就說這次計劃的反應比想像中熱烈 陸續都收到家長和學校查詢 希望華宇傑可以繼續提供飯糰 他就說只要學生吃得開心 會繼續向小學提供10元的優惠價 進企業責任回歸社會 亦都可以視乎學校的需要 例如在運動會、旅行日等訂購 那為何定價10元呢? 他強調從來都沒有想過利益 成本不是考慮的因素 初時更加想過免費提供 而定價10元只是因為容易記 學生亦都負擔得起 那學生哥們又最喜歡吃哪款飯糰呢? 西田忠生就說 燒牛肉、三文魚和明太子沙律飯糰 最受學生哥歡迎 其中燒牛肉飯糰就佔訂單超過五成 而三文魚和明太子沙律飯糰就各佔兩成